很老舊啊 是应该说大同区的市中心啊 可是问题是 周边人家都盖新大楼了 可是我们还是 住这个五号楼大楼 里面楼小楼的 总之就是希望赶快拜托帮忙 可以赶快都根 林阿姨在台北市斯文里 土生土长 她引领着镜头来到住处 一进门有些昏暗老舊 穿过几处增建区域 就能看见她的心头大患 下雨的时候接水 这个你看这个石头 不是这样掉了吗 这里 不是我们不修理 是我们没有办法修理 不修了又掉 修了又掉 因为房子就是老旧 台湾在盖所谓的 基本的这种公寓式的房子 它就是当初的生活想象 就是一房一厅 或是两房一厅 然后它就特别的小 可是后来因为 因为台湾的婴儿潮 大家都说三忙两天 然后可能都是住好多人 再加上那时候 建筑的管理非常松散 所以盖了一堆围建 战后婴儿潮 人口爆炸 间接造就 围建平仁 但台北市都市更新条例 早在1998年通过 经过25年 拆屋重建案有539件 却只完工了225件 等于一年平均不到10件 不免让专家怀疑有猫腻 过去的包括施文礼 包括水源 只要你被政府一锁定 而且特别的公告公办都庚 就会有人进去买标地 因为对他而言是会要划算 所以我一直在问 就是说我们的都庚 是要解决谁的问题 照顾谁的 如果我们最后 只是变成一个房地产的游戏 我刚讲过 实际上住在里面的人 真的有被照顾吗 说起全国第一件公办都庚 竟然就在距离斯文礼二旗 只有一两条巷子的斯文礼三旗 在前朝政府跨局处协力下 去年华丽变身成 每轮每换的斯文首善 都发局或是都庚处总动员 当时候你看到的是公务员 每天一家一户的拜访 好 就用很大的人力 去解决沟通嘛 里面有很多租户的问题 所以当时整个社会局也进去了 社会局会针对 现在租在里面的 我是租房子的人 租房子的人 可是他又是弱势 那因为都庚拆掉 他就没得住啊 而且以后变成新的房子很贵 他也租不回来 他们要帮他去想 你直接想帮他另外去找 其他的房子租 所以当时候社会局也进场 也结合了一些民间的资源 集结各局处的力量 专家坦言是很罕见的都庚模式 历时八年 斯文李三起改建竣工 总共有198户理清楚 优点就是这边环境比较清幼 原本的老王子太脏乱了 这成功的先例 不但是公办都庚的一小步 更是台湾都庚史上的一大步 然而建筑师发现 这一步似乎来得有点晚 借近海外推动都庚的方式 都是由政府主则 台北推动25年来 竟然只有斯文首善一个案例 我们所谓的这种 迫切型的都市更新 它应该是要政府挑向来做 那挑下来做就如同我讲 都庚处或是直接挑下来 做第一线的沟通证 第二是成立国家型的营造单位 或是建设公司 因为新加坡就这么做 因为新加坡它的政府就是个公司 所以它做什么事情 就是成立国家公司 那这种就是直接把社会住宅 当作一个公司来经营的话 然后尽量再不增加 比如说把土地私有化 尽量是土地国有化的方式去执行 我觉得这是很好 中央也看见了这个问题 蒋万安市长上任后 推出都庚五件 尤其是最难整合的住户意见 市府就降低门槛 同意户从90%降到75% 还有原本冗长的审查时程 也缩短到150天 协助民间加速办理都庚 关键是为什么后来谈不成 是因为都庚之后的 整个事业计划全变出来之后 它分配的比例符不符合它的预期 所以过去的都庚基本上都是卡在这里 那我会觉得这个部分就要看说市政府 未来怎么去突破这一关 那以后要做你做那个社会住宅的话 等于说你这个 这边的房价你抬不高嘛 对不对 既然要公办都庚的话 那就 就是要让住户得到更大的利益 走进斯文里二旗 老旧的楼梯 斑驳的砖墙 外露的钢筋和管线 明显是亟待都庚的建物 江雪清里长无奈地说 从2022年10月举办都庚听证会后 进度就停滞到现在 本来是要前任的市长 就要把它通过的嘛 但是我是不知道说为什么 到后来作为一关那个审议委员会 就突然间 突然我们有排行程哦 我们真的有排日期哦 到那一天就把它测掉 日期测掉又换 又换一天 那一天又没有了 所以大家上网看的真的很阻挞 那这一次因为蒋市长过来嘛 过来我是提这个都庚案的事情 那都庚案他 蒋生也答应啦 说列管四个月啦 市长要求都庚处定出旗程 让斯文二旗住户安心 议员也点出 招标速度延宕的原因 主要还是营建成本增加 因为其实在这几年来 因为前几年有疫情的关系 那疫情造成的缺工跟缺料 就是说找不到人来做这个工程 那主要是因为缺料 因为这个乌俄战争的关系 所以造成很多的这个材料跟材质上 其实都相对的都上涨 未来我们的政府应该要想办法说 这个工程流标了几次之后 谁要来帮忙或者是有谁要来介入 那如何能够让工程可以很顺利的来进行 老住户和阿姨很期盼多庚能够早日成真 家里摆满了接漏水的大盆子 大幅限缩了起居空间 困扰他们夫妻俩好多年 就是想要老啊 老没办法 都没有办法 超那个美味 都是美味 很重 这是他们楼上那个 有一个浴缸啊 他就是从那边一直漏啊 这整个厨房整个厨房间全部 房间全部都没办法整理 是要说赶快督更比较好 那个环境生活品质也比较好啊 何阿姨也坦言 何老公都上了年纪 恶劣的生活环境 早就迫使他们搬到外面住 江雪卿里长都看在眼里 积极争取李明的督更权益 很多人碰到我说 当时要去啊 对不对 是大家的需求啦 应该是旁边或是怎样 都有漏水的现象 所以他们所谓是翻倍的 所谓翻倍连电汇也增加嘛 电汇像是供电 就是我们马达市的一个供电 因为供电也是会增加 增加就变成大家的负担 所以大家又开始在讲说 怎么摇摇摇机啊 怎样啊 我希望说政府赶快协助 把这件事把二旗里 赶快做个一个 赶快花包出去 给他们一个安心这样子 落实居住正义 不只是江雪卿的心愿 更是李明共同的理想 都更处也在日前给了承诺 确实我们在七月初一开始的时候 那个市长来到我们这边 跟里长办理座谈的时候 确实有特别宣布就是说 我们预计在十月的时候 可以针对斯文里二旗的工程 采购可以完成绝标 这是我们目前最想达到的事情 因为只有这个工程确实进场之后 我们全案才能稳定下来 图面才能确定大家的分配啊 都可以就是非常非常清楚 议员也表示 政府的角色在公办都更里 显得格外重要 积极整合住户意见 展现协调能力和公权力 就能有效增加都更的效率 那目前斯文二旗它的关键在于 的确它还有差不多六户的 一个不同一户 对 那现在他们 现在斯文二旗的部分是 它已经基本上达到了 就是模拟是算九成的 所以它已经是可以 在蒋万安的法徽的规范之下 是可以公权力接入 就可以市政府接入的状况之下 所以斯文二旗它基本上 它现在已经在加快速度当中 然后之后 希望是在八月可以完成招标 就是之前蒋万安市长讲的嘛 八月完成招标 然后就可以尽快来做度根 尽管要实现旧屋变豪宅 还有一段长路得走 但最难的住户整合已经通过 居民们判政府借东风 尽速为全台各地 长期处于简陋环境的住户 提供一座安心便利的家园